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把赚钱摆在第一位民众的健康维护 是我的一生的使命 身体的恢复可能没有办法完全 可是这不影响一个人生命的价值 大家好 我是高雄医学大学物理治疗学系的老师王辉宜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有一些分享 我自己进入这个学系 其实我是很多那些人 当时全台湾只有一所教导母理治疗 那我自己本身是巧生 可能跟很多的同学一样 我们在决定的时候 可能当下不是很清楚 甚至没有现在有这个网络 而且许多的咨询可以让我们了解 所以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样的分享 让我们比过去的时代 过去的年代更清楚 诶我治疗是做什么的 等下可以跟大家分享 究竟物理治疗这个专业 有哪些部分是值得我们一生去学 把我们自己的职业生涯投在这个领域里面 我自己从过去从国中高中 我比较喜欢树林成绩比较好 其实我也很喜欢文科 那所谓文科理科 这样这个两个部分的区分里面呢 在进入到所谓偏这个第三类处 就是呢在这个做最后的这个决定的时候呢 就是医学领域 当时我们之后决定就是香港 大学相对没有那么多 当时当然也有自己的这个家庭医书 因为我哥哥也是到台北去念书 哥哥是这样总是没有路 那我自己也试试看过来 物理治疗学系呢最早的时候呢 是在医技学系的下面的一个主 我自己在不是很清楚 这个物理治疗医学药学 不是很清楚的话之下呢 可能跟我们同学有有一些情形 就是我们的分数就是落在那个范围 当然在进入到大学 的确有许多的刚开始不习惯 那不过其实我自己蛮快就习惯了 我一年级的时候进来 我觉得很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医学领域对于人体 解剖生理的奇妙的构造 我当时不是很清楚了 但是大学的时候学了 学到那门课 叫做运动生理 是一位不见科的医师叫的 在运动生理的里面呢 谈到很多动作运动 运动这个整个经费 我们整个循环 我觉得很奇妙 我们说物理治疗是运动 还是一个动作的这个专家 那里面呢 学很多的动作控制 动作的这个原理 那背后的胜利 我觉得很奇妙 可能每个人不太一样 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 我想这个起点也不是不好 我大学毕业 我们四年毕业之后呢 我在台北马街医院 肢间科 九二五里剪刀师 当时在马街医院呢 被治疗的忙碌 并没有分科 专案找哪一个部分 哪一个领域 治疗哪一类的病人 在医院 医院系统里面的工作 我发现呢 对未来自己继续走 物理治疗这个专业 不管是继续有临床的治疗 还是呢 在教学的部分 非常重要 那后来因为搬迁到 南部来在高雄 那当时呢 就是有学长 就是一届在高一时 有这样的一个教学的 这个机会 当时就进来 那进来之后 那就是学习还没有成立 当时我们继续 就是一直到现在 教学的部分是一块 就是我们临床 服务临床的治疗 还是持续到现在 也就是说一个后悔治疗师 不管你是未来就是走临床 而现在我们可能总的方向是一个教学 我们真实在治疗病人 面对真实的医疗和部门 还是要继续 高一是医学大学 在我们坐落的高雄这个点阳光很普照的地方 生活机能很方便 这校园没有很大 可是你进来就觉得它还蛮漂亮的 这个地方是很单纯也好 还是很方便也好 就是一个大学学府的一种感觉 高一这个地方 它或许有些地方不够 不够的地方是在于 就是一个医学大学 在高一里面没有文学院 理学院管理学院 训练出来的学生就是走医学的大领域 其实我们一直也要注意到这一点 培育一个学生学子与人才的元素来讲 要结合更多的人文的部分 所以高一我们的师长 也往这个方向来想 比如说更多跟医学大领域以外的领域的集合联盟 是帮助我们做一些 我们觉得目前可能是一些比较不够的地方 周边呢就是有其他的学府 不管是一些科技大学 还是那些大学 给我们很好的医疗资源以外的 不管是在知识 还是在这个实际服务的这个一个工具上 就是呢是一个很好的结盟 比如说以我们无理解留学系来讲 我们有些课目比如说是用到理学院 理学院的一些这个人体 生物的训练好的学习 同时跟中山中山大学的科学 我们的老师呢就是共同有开的科目 那学生是可以到 我觉得这样的交流可以补足 我们说是个单纯医学大学的这种 可能多元性有些许的补足这个部分 那更重要是说我们许多的专家 老师们有很多合作跟这个专业的交流 真的是蛮不错的一个 我觉得在我们学生选择去学习的内容上的 多元这个部分真的是在现在这个时代 开创了许多的管道 很值得我们去运用这些资源 如果以教学的部分来讲 我觉得资源跟我们运用 我们的专业的发挥的机会呢是多的 建议同学值得去认识高音这个很可爱的地方 那可能在一般我们在网路上 可以看到A物理资料就是用 真光水力电等等这个物理的因子呢 去从事治疗 不是所谓侵入性的方法 看到啦用药啦针灸这些这些方法 我们是不使用而去治疗病人的身体的机能 跟身体活动的功能 使得我们的病人 还是我们的民众可以在生活 经济里面它可以有好的活动力 提示能可以窒息它在生活中的角色 简单而言之就是我们透过一些评估的方法 找出人体在生活中它的姿势它的运作 哪一个部分是有问题的 我们就给它透过运动 而是透过一些这个物理的因子去改善 使得它没有比较没有疼痛 使得它有力量 有足够的活动的柔软度 还是它活动的时候呢比较不那么费力 我们对于所谓的病态病生理 不正常的击破结构 我们就很熟悉 有别于体育系 还是那些这个休闲运动系 这一类的这个知识的处理 因为我们是需要有正常的人体结构 生理的基础之下 再去了解病理的部分 而且呢要如何针对有病 有势能 有不正常的结构之下 我们还是可以恢复到 我们有的动作 生活的活力 而是我们生活的品质 的确在治疗这种表现 感觉上好像很类似 可能都是带病人走路 还是都在设计一些 翻身坐骑这样的一些动作 那不过那我们不同的这些学习 我们学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手法 我们用的一些所谓的工具 其实背后都有学理 那学理的部分是帮助我们 有一条路 有一个规范 去决定我们做的事 是不是对的 若以 职能治疗学习来讲 我们两个专业在临床上 的确是 常常是一个所谓的医疗团队 所以我们跟职能治疗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 我们用的学理 我们在这个比较强调 神经骨骼系统 心肺旋软系统 这个部分的姿势基础呢 有很强 譬如说我们看物理治疗师跟职能治疗师 加上我们在训练病人带动病人走路 那职能治疗师可能是透过走路 还是这个肢体的活动 可能他要带出这个病人的感觉 或者是那些自觉系统的建立 所谓的一些输入啦 协调啦 还是那些自觉的建立 还是那些动作认知的部分 而物理治疗 那可能应用的是说 去训练这个病人 他的心肺的耐力 肌肉 还是他骨骼系统的活动力 也有可能行走这件事呢 是为了建立病人下一个训练能力 比如说使得他更能够先做某一个 过渡阶段性的训练的项目 所以我们说物理治疗 职能治疗学系 我们做的一些内容 就是说临床上 还是能在职场服务上 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在学的时候的训练 有部分的相似 而是我们所重要重视的这个达到的训练的目标 而是我们所运用的学历 所引起身体的机能的改变 重点是不一样 而是我们用的方法很显然 比如说物理治疗里面的就是要用电疗 力气 那智能治疗学习里面的是没有 那智能治疗学的有许多的所谓 比如说是感觉同合的解论 感觉同合的治疗方法 而是它设计一些所谓的这个活动 比如说这个是日常生活的训练 还是在在职场上面的这个 做买卖的这种能力的建立 这些训练下去就发现的确是有不一样的喔 物理治疗跟运动医学也很像啊 是的 的确我们在运动表现这个部分呢 是有类似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进入到球队 比如说水队的治疗师 可能是就是经过运动医学系训练出来的这些防护员 还是物理治疗师经过这个训练 在毕业之后某些训练 他觉得这个资格可以进入到这个治疗的里面 更多一点 那运动医学系可能是在一些 一些更优质 更高阶的这个动作 人力动作的表现上 他们如果去分析 如果去可以达到更优质 其实跟这个表现的更顶尖的这个部分呢 他可能有更多的这个琢磨 那这个部分呢 的确是有些不一样 现在呢 从北中部 南部 东部都有训练物理治疗师的学府 那高一在南部来讲呢 更早去成立这个物理治疗的学系 完整的一个人的训练 我们是需要有知识面 态度面 跟情感面 我们说的部分呢 就是坐在课堂上面 老师讲 顶多老师有些示范 好像还不够 我们需要有一个实际的真实的场域 所以我们体会到人 对于健康维护的需要 高一我们有附设医院这一点非常重要 校本部旁边的中和附设医院 所以我们稍远一点大同医院 再远一点小岗医院 再远一点七斤医院 这些机构 这些医院 甚至我们更多的疗愈的中心 而且呢一些高龄服务的这个点 好 这些的确在我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合作的单位 帮助我们学生有一个很真实的体验 里面的病人 里面的指导老师是真实的 这些病人可以就是成为我们的同学学习这个专业过程里面的小老师 也可以说病人给我们学生机会去体会如何去学着去服务他们 我们专业的医疗领域上 第一年级的时候 见习病人 而且我们稍高一点的年级 我们去评估病人 而且我们再更高一点 我们要实习 实际去治疗病人 姿势使我们认知上去理解 只有真实才可以改变我们态度 高业里面是有很多的学位学分学程 那跟我们物质早期的医学程 学程里面呢 我们就蛮多所谓的不同学系的这个课会进来 然后呢 是唱歌的时候 也会遇到来自于不同学系的同学 同学如果去更开广的研究 心胸去学一些 跟自己学系不完全一样 不过当然是有相关的咯 还是呢有个主题性 所以学校的设立是为了主题性的 然后呢聚焦性的设立一群的课之后 由不同专业的老师 不同专业领域的老师进来 然后呢鼓励同学呢一起来学 物理治疗这个角度 你合作往其他的专业的角度 那呢你更知道 你有些地方是没有办法去做 就是呢你可以有些伙伴 跟你一起去合作 那学校里面就会产生这种 比较广的一届 而且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专业 认识其他专业很重要哦 光一个物理资料不够 你可以有更多的知道 更多的认识 合作成为一个 一起去照顾人 跟他的伙伴 这个部分很重要 这当中学程你更发现到 如果我们物理治疗没有非常非常地专精 你会发现 在多元的跨作业学习里面呢 好像无法自己很凸显自己这个专业 所以你会更专精于物理治疗这个专业 究竟他哪一个部分是无可取代的 人文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所服务的对象 服务的民众是人 我们需要有了解人的需要 我们关心是一个完整的人 当然这个部分 我们会先利用在自己身上 我们这个人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好的自我管理 我们对自己的看法 平衡的一个人生观 如何举重自己自身 也更多地同理别人 所以我们在我们说人文素养的部分 是建立一个我们更多去了解自己 关心别人 用同理 而且这个同理不是可怜 是一个专业 姿势有系统的去关心 我们在领床上面对别人 这个病人可能要扭到了 或者肩膀怎么了 我们不是治疗这个人 不是治疗背部 不是治疗他的肩膀 我们是帮助一个人 这个病人可能在基础治疗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 这个部位以外的一些反应 好含这个病人可能有 不舒服的时候 他有些情绪 不理治疗的时候 我们在领床上 是以各种全人的玩法来做 我们需要有很专业的背景 学历去让他了解解释 让他知道你现在这个受伤的部位 你这个现在不舒服的底巴 如果去面对你自己 情形不是只有处理那个问题本身 你要教导这个底人 如果去面对他自己 能方便不舒服 甚至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生活 所以我们是围绕在我们专业 所能够帮忙的那个部分的相关 使得这个病人去知道他自己 让他落去跟这些可能是暂时不舒服 可能是比较长期的势能共处 让他知道有些身体机能的恢复 他需要阶段性还是能更长期一点的 他要接纳 但这个部分是规范在我们专业上 我们规范我们的专业知识 让他知道他的问题 然后让他去有一个原则去理解他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让我们的病人 我们的民众就更清楚大家这些受伤 受损缺少或者是能势能这些问题呢 他重新去建立一个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了解 那这些呢要变成一个很清白 让他能够理解 他能够这个知道如何去处理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同理心是在于我们体会他的感受 正面的这个态度 知道人体身体的这个恢复 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熟悉的完完整整的健康 可是这不影响一个人生命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一些所谓物理治疗的这个哲学观呢 我们在训练服务生意念呢 我都会让同学就是慢慢体会一些 那这个还是回到那个情绪就是 这个是在专业处理上 不能预约某些的界限 所以医疗专业结合一些对于人的关怀 同理跟对于自我的管理 这个部分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高一我们在训练物理治疗师 我们在四年的这个规划的里面 这些四年的课程啊 那如果以代表性 究竟这四年在学习上 课程内容 课物的设计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说一年级呢 是属于一些基础医学 像我们的生物 我们慢慢要学习一些生理 还是呢 我们慢慢有解剖 那这个部分呢 是比较偏向于一些 进入到医疗领域里面 需要有的医疗基础 那我们在设计二年级 我们就需要有一些 慢慢更深入 去了解物理治疗 我们要进入到治疗 那我们二年级呢 代表性就说 是要了解如何去做专业评估 什么叫做评估 就是找出问题 那当中老师呢 可能有训练同学 先要看一个正常的人体的运作 再来看一个异常的有势能 势与势主义的时候 势能 而且呢有受伤 好 我们如果去检视 如果去观察 还是呢 如果去透过一些评量 测量的方法 找出有没有问题 那有问题怎么办 我们三年级的工程里面呢 我们说代表性呢 就是治疗 好 我们找出问题 我们有些医疗的基础 我们如果去做物理治疗 比如里面的 专专专业的治疗训练 就是三年级一个很重头型的学习 为了要接四年级的实习 我们就有一个科目 叫做离床间隙 而且我们在一年三年级呢 我们就陆陆续续去先让同学观摩体验 然后慢慢去实际的操作 那四年级我们成为一个临床实习 就是因为我们需要真的到这个场域去 老师指导老师带着同学去看真实的病人 那同学要集合前三年课程里面学的姿势 用在治疗病人 那这个叫做实习 那在物理治疗学习来讲呢 实习是一账面的哦 我们毕业之后呢 我们四年学习内容毕业之后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所谓的国家考试 就是物理治疗师的考试 那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考试而训练学生 于是呢我们在训练过程里面呢 我们一定要回头去看 我们要检视一个几个优良的物理治疗师 经过一个毕业之后的所谓的国家考试 我们要连接国考的题目 就是真的我们在训练四年的过程里面呢 是都有涵盖到 绝对不是为了考试 是为了真实的需要 是一个优质物理治疗师训练的时候 重视经过国考这个关卡 我们训练的内容也要足够 而是随时要检视 回顾确认修正 随着时代 然后再做一些调整 所以课程的设计上呢 是我们学期运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课物 同学毕业出来 其实还蛮大比例 的确是还在匿疗界 可能在的地方 就是医院啦 诊所 那自己开工作坊 还是我们在一些机构 那这种的运作 都还偏向于就是 就是治疗师 只是我们从事这个服务 可能是在很明确的 就是一个医疗机构 还是呢是一个照顾的机构 还是这个场域呢 是属于凝固类的 那这些呢都比较偏向于 实际用到 比较偏向于就是治疗师 那如果并不是治疗师的部分 比较相对于 不是那么治疗师的部分 比如说是中心 还是呢我们在在策划一些活动的这个角色 比较偏向于可能是一个策划行政的这个部分 那由我们学习毕业的学生来讲 治疗的治疗师的这个工作的这个 实现的还比例上还是偏多的 那有少部分呢是用到这个教育界 高一这几年我们对于这个台湾 台湾以外的这些国家还是地区的连结 还蛮多的 那见习呢我们这几年我们就是有 就是在二年级进入到三年级 中间这个暑期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有到海外去见习 现在比较持续有的有日本 有马来西亚还有澳门 然后过去呢是还有澳洲 那这些地方呢是我们有安排 安排学生到这些地方 那是呢国家跟当地的治疗师 建立好这个沟通跟设计好的这个指导的课程 那就让同学们去那边见习学习 那个是属于所谓的海外见习 那我们现在老师有规划就是在四年级实习的这个阶段 有去日本去进行实习 希望我们同学尽量我们高一 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看眼界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医疗操作的这个制度上 而且呢我们在操作做这些事呢 不同的这些行政的特性 都可以让同学说的更多元去看 看眼睛很重要喔 而且我们在不管是阶级实习 我们也鼓励同学出去走一走 你可以看不同的这个民族的风情 观光的心态 就是这个部分呢 是跟学生一些蛮重要的一个历程 也很欢迎同学呢 在这个地方啊 争取海外见识实习习的机会 你去这个世代喔 跟过去民众健康维护的这个需要 其实没有改变 我们现在面对这个社会呢 有很多挑战啊 出生率是孩子的数目比较少 而是对于儿童自出生以来照顾 品质上的要求 比过去更是重视人口比例比较高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结构 那是说我们更早去给他做一些 这个政策跟评估 可以即将去维护维持住健康的身体 那另外我们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科技 过去呢没有那么多的科技 作为监测的一些器具 远距离的 但是呢我们沟通上 不一定是面对面 有时候是可以用一些 非面对面的 间接的这个 这个位教 说明 还是呢 监控的方式 那我们物理治疗 现在我们需要的挑战 这包含就是 我们必须要学习最根本的物理治疗 这个专精之外呢 我们更需要注意到社会的这个变迁 那包含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 时代上的出现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所谓很多的这个低头竹啦 我们现在呢 有更多的这种 这个职业的疾病 比如说在呼吸循环上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身体的这个体制能的活动上 变成我们 搞不好有更多的机会发现说 人体需要的是尖重 不是这个 不只是身体的活动 也就是太重了 但是我们身体的比例是不均余 好 那我们先说 尖重这个主题 但是呢 我们如果去维护我们的体制能 那些就是我们不知道是从我们 对于生理系统的这个疾病 还是不足的这个角度呢 去去维护我们的健康 有时候我会跟同学讲 我们不要把赚钱收入摆在第一位 这件事情我知道是重要 我也会关心同学 比如说我们的起心点 我们可以发展 这个多少的收入 我们不是说高尚 当然我们学了这个专业 它可能成为我们收入的来源 可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比较单纯 我们今天学物理治疗 我们真的是要把对于民众的健康维护 放在第一位 我们民众身体的康复 预防 还是那些治愈治疗 那重新回到他的生活中 重视时代这些不方便 一些失能的现象 这都要靠物理治疗师去给他们引导 当你具有物理治疗师这个身份的时候呢 这是我的一生的视频 这是我的一生的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 第一位 我们下个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